您好,欢迎收看绿色时空,我是陆梅 竹子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随处可见的东西 如果我告诉您,有一种竹子,它的两个竹节比这一般的人都要高 您相信吗? 如果我再告诉您,用这种竹子的竹皮搭配上瓷器 这价格可以翻上十倍 您可能就更觉得不可思议了吧 把竹子和瓷器,这两个原本毫不相干的东西组合在一起 也能够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 瓷器穿了竹衣,价格会翻十倍 这又是怎样做到的呢? 一根十斤的竹子能卖十五元 一套普通的茶具能卖一百二十元 把它们放到一起,能卖多少钱? 我说呀,能够卖一千五万块钱以上 陈云华今天要砍一根竹子 要砍怎样的竹子,他要求很多 我们编池菜竹边,用的竹子是粉丹竹 它的竹籍特产,它的忍性特别好 能够划出最细的竹子来 粉丹竹,杆高八至十二米 持径约五至七厘米 顶端下垂甚长 杆表面又时有白粉 竹节长可达一米以上 每节分支多且尽相等 我们编池菜竹边,用的竹子是两年的竹子 两年生的竹子刚好能满足做磁台竹边的要求 竹子太老,韧性不好 竹子太嫩,劲道不足 但是两年生的竹子,我们要怎样才能分辨呢? 这是一年的,这个是两年的 这种是三年和四年的 它的粉逐步在减退 粉丹竹有一个特点 竹杆又时有白粉 这些白粉会随着年线的增长逐渐脱落 两年生的竹子有白粉,但是不厚 越老的竹子越没有白粉 还有一个判断标准 那就是一年生的竹子顶部是没有叶子的 而两年生的竹子顶部有叶子 通过陈云华对竹子的观察 找到了他心目中那根符合标准的竹子 竹子砍下来之后 要顺着竹子生长方向削竹叶 才能保证竹子表面不被损坏 因为做磁胎竹边 用到的就是竹子的最外层 如果逆着竹叶生长方向 那么很容易破坏竹子的表面 看见了吗 这样提起坏了 这笔就不能用了 做磁胎竹边的竹子 只要中间竹节相对长的部分 陈云华仔细地选了选 用自己的身高比了比 最后用卷尺量了一下长度 两个竹节居然长达2.28米 比姚明还高两厘米 这才是他想要的竹节长度 像这样的竹子砍下来之后 十斤才卖15块钱左右 这还是比较好的竹子了 这根竹子现在就卖15元 但是它有卖到1500元的钱里 一根十斤的竹子能卖15元 一套普通的茶具能卖120元 把它们放到一起 能卖多少钱 我说呀 能够卖1500块钱以上 这根讲究的潜力粉单竹 到底要怎样才能卖到1500多元呢 竹子砍回来 首先得去竹节 接着刮青 刮出的竹容拿来擦竹皮 这样看上去会更光滑 可别小看了刮青这么简单的一步 可是有很多讲究的 刮青的时候要注意 注意的是第一个方式是 把这个竹手要把拇指 食指和中指要做成三角形 先卡上去 一二成一个点 第三个点是拇指 要放在做筒的上边 不能够放在筋里边 如果在筋里边 这个刀子刮过来 就可以做到手 第二点 刀下也是不刮 上了就再刮 每一时都这样 你看我 而且刮的时候 轻重缓接咬一样 刮青要求是很均匀的 刮完青后的竹子 先削锯口 方便给竹子分层 再开竹 开竹得顺着竹子的弯度开 一分为二 一分为二的竹子 要拿来进行晾晒 先垫两根圆竹 再搭着晾晒 这样能有效地充分晾晒 晾晒一周时间 竹子由青色变成黄色即可 竹子砍下晒黄 现在这些竹子 来到了陈云华的小儿子 陈松的手里 他今天要把这晒好的竹子 变成一套磁胎竹鞭 晒好的竹子 就可以直接拿来烤色了 烤色前 先将晒黄的竹子 用刷子均匀地涂上 压硝酸溶液 均匀涂上压硝酸溶液 能有效地避免烤色不均匀 但是即便是保证了均匀 烤色也不是什么轻巧的活 像现在用火烤的时候 你心里不要着急 要慢慢来一点一点来 如果温度控制不好 烤不均匀 很可能会直接烤糊 导致原材料浪费 当竹子由黄色变成褐色后 烤色基本上就完成了 烤完后的竹子 要放入石灰水中进行浸泡 浸泡时间一般在12小时左右 这样能够很好的保证 烤出的颜色能长时间保留 不褪色 取出泡好的竹子 用清水简单清洗晾干 随后 就可以分竹灭了 可以把竹子这个表 这个口 跟它消光滑 必须跟它消光滑 不然你排口的时候不好排 因为你看这个竹子是弧线 是弧线的 然后我们排快的时候 怎么排呢 基本上把它排成直线 基本上是直线 如果你是太宽了 它可以裂开 太窄了 你就浪费直线 根据竹子的厚薄 进行分竹灭 厚的分四次 薄的分三次 取最表面的那一层 用来做磁台竹边 这个是现在是把第一层 把它去掉 然后去第二层 第二次 要重复去三次 然后还有一次 还一次怎么办呢 还有一次 这样 反过来 从里面换 这样 不能太厚 如果你太厚的话 到时候你刮的时候 要费很多时间 做磁台竹边 用的是粉丹竹 竹节相对于其他竹子 是会长一些 最长的可达一米四 但是其他竹子 是不是就不适合 做磁台竹边了呢 其实并不是 只要保证去掉竹节的竹子 有至少50厘米长就可以 而粉丹竹的竹节 与一般竹子的竹节相比 有着明显的长度优势 所以粉丹竹 才成为了 做磁台竹边的首选原料 更是做 大件磁台竹边的 不二之选 经过一次又一次的 剖竹面 其实做磁台竹边 用到的竹子 也就很少了 只用竹子的最外层 其他不用做磁台竹边的 那部分竹子 难道就这么浪费了吗 说到烤色 陈松告诉我们 有一次他突发奇想 拿一把椅子也试了试 均匀地刷上压硝酸水溶液 然后用火枪进行烤色 不一会儿 椅子确实发生了大变样 更让他欣喜的是 椅子经过这么简单的 一个小加工处理 身价也能翻上一倍 现在在陈松的手工制作中 类似这样小改变 小创新是层出不穷 也是他致富的一大法宝 铺好的最外层竹面 需要在清水中浸泡五小时以上 这样能软化竹面 便于接下来的拔丝 在进行拔丝之前 需要用到的工具有三号云刀 二号云刀 护锡垫 一号云刀 分丝刀 灭刀 三把云刀根据需求来进行拔丝 分粗细 一片一厘米宽窄的竹子 被陈松用分丝刀 剖成了二十根竹丝 用分丝刀来处理这些竹面 最细可以分成四十到六十根竹丝 分丝后不能直接把竹丝撕开 要慢慢地揉动 使竹丝自然分离 但陈松还不满意 他想要的是这样的竹丝 原来陈松想要的是头发丝那么细的竹丝 小小的针眼 陈松抛出的竹丝真的可以穿过去吗 他是怎么做到的 要更细还需要用云刀来进行分丝 用两块刀片夹住中间的竹丝 宽窄根据所需要求进行调整 通过云刀的竹丝更加均匀光滑 陈松告诉我们 这样的竹丝就可以穿针了 这真的可以吗 能穿多少根呢 两根 三根 八根九根 现在就是四根了 看这还有多少根 一根 八根 四根 刚好二十根 剖出的竹丝毫不费力地穿过了针眼 穿完二十根后 针眼依然有很大的空隙 这些竹丝果然是薄如发丝 细如蚕丝 这像豆腐丝一样的竹丝 穿针虽然是没问题 但是它的韧性依然在吗 它够结实吗 我们再来做个试验吧 在一捆竹丝中 随机抽出一根细竹丝 它能提起这个纱糊吗 一根如此细小的竹丝 竟然轻轻松松地提起了重达2.74公斤的砂壶 一根十斤重的竹子价值15元 铺成一两竹丝后可以卖30元 身价翻了两倍 但是距离1500元以上好像还差了一些 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 让它的身价涨到1500元以上呢 准备好可做磁台竹编的竹丝之后 我们就可以开始进行编织了 先做竹精裂 根据这杯子的大小 大小不一样 然后这个精米的 它的宽折长短也不一样 做好精裂 起好头 在编织前 竹丝应先沾水 以免被指甲刮断 沾完水后的竹丝 就直接绕着磁器编了 但是也不是简单的事 在编第二根的时候 这根先前编的这根在上边 然后我编第二根的时候 我把这个就编到下一边去 就这样交叉边 编着把它压紧 然后把它拉紧 如果你不拉紧的话 它容易编了就不贴胎 它看起来就不平整的不光滑 把竹丝编织在磁器上 它的主要目的又是什么呢 最主要是第一个它防烫手 而且美观 各种的尺寸效果不一样 第二个就是档次 手艺人会根据不同的花样 有很多种编法 有的是两根交叉边 有的是三根交叉边 有的甚至更多根竹丝交叉边 一手紧握磁器 一手拿着竹丝 满工出细活 这个是两根边 这个三根边 它边的这个口是不一样的 这个口 的确在三根边水煮起来 它不容易掉 锁完口的长竹丝 要插入竹灭中 多余的长度截断 这样既可以保证竹边的牢固 又可以保证制作上的美观 锁口完成后 就可以把精灭部分 多余的竹丝切掉了 但是直接剪掉 精灭多余的部分 它能起到好的固定效果吗 当然不能直接切头 这中间还有一步 是不可缺少的 那就是先用胶 将竹边的顶端部分刷一遍 等干后才可切头 为了避免切头出现参差不齐 必须紧贴着瓷器边缘切 但是力度也不宜过大 以免损坏瓷器本身 编织一套瓷胎竹边 确实能让原本不值钱的竹子 跟瓷器的价格翻上十倍 但是这中间的时间成本 会不会很大呢 像编织的差距了 最少要半个月的时间 而且还是熟练功能 手艺娴熟的手艺人 编小的茶具 包括从选材 晾晒制作到最后的编织 差不多半个月 但是编这种上规模的 可没那么简单 不仅对竹丝有更高的要求 而且对花纹图案的要求 也很多 编一个下来 最少得花上几个月的时间 甚至更长 还不能出一丁点差错 瓷胎竹边茶具四件套 是由三个小茶杯 一个茶壶组成的 一两竹丝 跟一套普通的茶具 结合起来做成一件成品 经济价值就高达千元了 在清神县当地 不仅有瓷器穿竹衣的瓷胎竹边 还有平面竹边 做瓷胎竹边 用的是粉丹竹的最外层 做平面竹边 用的也是粉丹竹 但是它的要求会更高 不仅要做到细 而且还要磨到透 像这样窄窄的一片竹面 在当地人的手里 可是轻轻松松 能分上十层的 这样的竹面编出来的 平面竹边 才更柔更细腻 但是这些韧性不达标的 内层竹面 就这样被浪费了吗 由于平面竹边 更多的讲究的是工艺上的美 所以会用到更多的颜色 这单靠烤色是满足不了的 所以在对竹面 进行染色的这一步上 会有别于瓷胎竹边 平面竹边的染色 主要是用矿物质燃料 进行染色 先将水烧开 再用小块竹面 调起少量矿物质燃料 搅拌 用卫生纸检验水的颜色 看是否满足 所需竹面的颜色 如果无色差 将竹面全部淹没在废水中 取出竹面后 放入清水中清洗一遍 然后晾干 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在当地有很多学做平面竹边的人 他们两两对坐 集捆竹面一根竹条 细心而细致地勾勒着 全屏灵巧的双手和智慧的想象 创造出一幅幅精美的竹边艺术 平面竹边跟刺绣有很大的区别 刺绣是有格子一个个往里填充的 而平面竹边全靠放在竹面下面的图案 严格按照图案一根一根的穿枝 很多手艺高超的学习者 会挑战更高难度的竹边字 这不赶巧完工了一幅平面竹边字 一笔一画堪称神似 简直跟提笔写下的一样 在清神县竹边博物馆里 我们见到了很多这样的平面竹边 如果不仔细看 完全看不出是用竹子做的 一字一句一笔一画 唯妙唯孝 陈云华拿出了他的最新巨作 长395厘米 宽106厘米 以原书为主题进行创作 把相间的繁华 引入到平面竹边的创作中 接地气提倡生态环保 在生活中 我们经常见到的竹制品有很多 竹波济 竹鱼网 竹筛子等 清神还有一样东西 是出了名的好 那就是卫生纸了 这种卫生纸 看上去更丝滑柔软 有不掉粉 不掉渣的特性 从外观看 这种卫生纸与普通卫生纸 最大的不同 就是它的颜色 呈黄褐色 那么这样的颜色是有意染成的 还是原料自由的颜色呢 为了探清楚这特别的原料到底是什么 我们来到了卫生纸生产厂房 原来用来造纸的原料全是竹子 造纸的这竹子没有特别的讲究 只要是本地的竹子都能做纸 竹子经过长时间的发酵后 就可以开始造纸了 进入生产装置 除沙洗涤 蒸煮 盛纸浆 抄纸 在盛纸浆的过程中 会淘汰那些不达标的纸浆 直接倒出 但是这些被倒出的纸浆 也不是完全没有用的 可以用来做低端纸的产品 一般卫生纸会加入适量盈光剂 用于增白 让纸看上去更干净 但是以竹子为原材料的卫生纸 也会添加荧光剂吗 接下来我们来做个试验吧 很明显 荧光笔在一般的卫生纸上出现蓝光 也就是含有荧光剂 但是荧光笔在竹子做的纸上 却丝毫没有变化 证明这种纸没有添加荧光剂 保持了竹子原材料的天然色泽 所以看起来是黄褐色的 这磁胎竹编的制作工序 如此之多 手艺如此之复杂 娴熟的手艺人都得花上半个月时间 才能够做好一套磁胎竹编 所以这磁胎竹编的身价 能够卖到一千五百元钱以上 也就并不意外了 价格更高的平面竹编 那是一根根的磨 一丝丝的穿呢 能卖到更高的价格 也就不稀奇了 当地人紧密结合大自然 创新出更加环保的竹脂 这也是充分利用了剩余的原材料 在延续了老手艺的同时 发展新型产业 盘活了整片竹林 好 如果您想了解节目的更多内容 您可以登陆我们的官方网站 农事网 农事网的官方微博 微信移动客户端 以及登陆央视网查询 感谢关注 咱们下期节目 再见 再见